萧炎飞升后究竟有多嚣张 他仅凭一张鹤铁 便能救下一个族群 震慑三大神族 与天至尊强者抢夺一虎 更是如探囊取物 他仅仅数十年便达到了旁人 终身都难以企及的成就 其实萧炎刚飞升上界时 凭借他斗地级别的修为 在大千世界中也如蝼蚁一般 就连他自身的斗气 也差点被大千世界的灵气同化 幸好有洛神族的一位强者相助 这才得以化解危机 但萧炎也因此事欠下了洛神族一个人情 而洛神族在整个大千世界中 并不算是顶尖势力 族群内唯一的帝至尊也即将游进灯户 多年后在其他神族得知 洛神族的强者或将陨落的消息时 各大势力便虎视眈眈 想要将洛神族的资源和地盘吞并瓜分 而就在众人都以为 洛神族注定要从此没落时 却因洛神族内的一位长辈 举办寿臣迎来了转机 因为在寿臣当日 洛神族收到了一张赫铁 而送来赫铁的人便是萧炎 在另外三大神族知晓此事后 当即就吓坏了 因为此事的萧炎 已经是无尽活域的掌控者了 是大千世界声名赫赫的炎帝萧炎 三大神族中更是无一人赶不给他面子 因此萧炎仅凭一道赫铁 便保住了洛神族数十年无忧